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虽然《女足夺冠》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但《女足》的热度仍然不断 尤其是在亚洲杯上的几名干将 王珊珊、唐嘉丽、张林燕 她们在赛场上出色的表现 瞬间引起球迷粉丝的关注 而前不久,在妇女节来临之时 张林燕又荣获一个新身份 这里圈个有用,张林燕 据了解,21岁的张林燕成为四川省三八红棋手 更是成为了妇女心中的榜样 而这一切也都是团队的努力得来的 一起拼来的亚洲足坛最高荣誉 此时也要恭喜水庆夏 因为她的慧眼石珠 为女足增添了一位人才 张林燕的加入也是女足用人之地 打造了一个决赛英雄的形象 张林燕仅仅一米无几的身高 作为一名前锋的她 在赛场上很不起眼 甚至不符合当时的标准 而贾秀全离开女足后 孙文冒着被辞职的风险力挺水庆夏 而水庆夏也不负众望地接任女足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成为母亲的张欣退役后重新复出 赛场上一脚绝杀日本 已经成为俱乐部教练的楼嘉慧 受水庆夏的邀请也再次复出 唐嘉丽为了国家队的荣誉 也被召唤回来 此时已经成为文化公司股东的李家月 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选择重新披上战袍 想必这就是女足精神吧 也相信在众多人的支持与帮助 张林燕会慢慢扛起女足的大旗 张林燕曾经说过想超越孙文 因为孙文曾经带领女足拿过两个世界亚军 以希望她能凭借自己的努力 再次带领女足走向巅峰 张林燕如今已经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也被称为头号骑兵 不过继续留在广州女足 提升的机会不多了 对于仅仅21岁的张林燕来说 又是一个新的征程 即将开启一个新的起点重新学习 对于张林燕来讲 能在武汉出色发挥展现自己的实力 就会有机会流洋 接受更高的专业训练 毕竟再好的成绩也会成为过去史 女足的发展不单单只是依靠国家 更需要球员的支撑 不过目前最主要的还是 即将到来的杭州亚运会女超联赛 此时的女足姑娘们 大概已经早已锁定金牌